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军 为了大家好 我求求你走吧 以后 都不要再来 我不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 家军 我是为那天的事情专程来向你道歉的 你那种虚情假意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只是关心你啊 关心 不敢当 你明一套 暗一套 谁知道什么时候被你在背后捅上一刀 怎么死都不知道 家军 你说这话未明也太伤人了 你明知道我对你是一片真心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来伤害我呢 伤害 你不就是这样对秋菊的吗 我对你还不仅你对秋菊的万分之一吧 你们高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娶了他就不好好善待他 你们以为我全然不知 就算我全然不知 那天你怎么陷害秋菊的 我也看清了你的身边不 家军 你 你误会我了 误会 我亲眼所见也是误会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这辈子不可能爱你 我只爱秋菊一个人 你别带自我做情了 走吧 为什么 家军 为什么 我哪里比不上那个女人 你为什么就不肯给我多一点空间 多看我一眼呢 就凭你血口分人 就凭你无敏秋菊 就凭你心胸不够宽大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喜欢你了 滚 你现在就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 其他滚 滚 滚 快走 滚 滚 滚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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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是我 这么早 早 叫我做什么 你说呢 宝贝 你吓着看见了 怕什么 这会吓人都在忙着呢 传奇了 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拜托你快点让我脱离这样的日子吧 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好 我知道你幸福了 放心 这个计划还会在进行当中 只要等有实际惩处 我一定会把高老头那家子给除掉 到时候 高家的一切就全变成咱们了 你说是不是 正说 在圆圆 谁 谁啊 是河中的小弟子 你先走吧 回头我去看看 这个死小的 那我先走了 走吧 何珠 怎么回事啊 秋菊 谢谢我再说 何珠 怎么啦 何珠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 秋菊 糟了 我看见不该看见的事了 什么是不该看见的事啊 就 就刚才 丁总管来找二太太 我觉得她身形有些奇怪 一时好奇 就凑紧窗边偷看 哪知道 竟然看见 看见 哎呀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见二太太坐在丁总管的腿上 两个人抱着说话 丁总管还说 要从那老爷的家子 发展老爷财产 你说什么 你确定你听到他们这样说话 我该肯定 每一个字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如果 真的如你所说的 丁总管和小妈至今 有这种 不寻常的暧昧之情 那事情 事情就严重了 是啊 这关系到高家的声誉 甚至 还有你和老爷一家人的性命啊 我们没有证据 老爷不会相信我们的 何处 你记着 先别张扬出去 我要暗中好好查个清楚 二太太 何主 二太太有何吩咐 你在高家做丫头 有多久了 有八年多了 是小宗少爷出生那年 大太太需要帮手 才把我找进来的 看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 你爹妈就没想给你找个好人家 把你嫁了吗 以前大太太曾提过 要帮我找人家的事 后来她生病了 这事也就单个了 既然这是大太太未完成的心愿 我可有责任帮她完成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就好了 行 多谢二太太 好了 你去忙吧 是 你在做什么呀 当心一点 我手上这个古董花瓶打碎了 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对不起 你 你突然冒出来 还我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还是我害了你呀 你还真是会冤枉人呐 丁总管 你怎么和一个丫头一般见识啊 让我看看 花瓶都湿了 左朱 快过来擦擦 你这丫头 怎么说你两句 你还真不高兴了 你真把老爷的古董花瓶给砸了 不是的 我没有 灯灾明明是你 你说什么 做错事还想无赖人吗 我 我没有 走 咱们现在找老爷去评理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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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吵吵闹闹的 老爷 啊 老爷 您来得正好 上回您买的那只古董花瓶 今天刚你到货 我就立刻拿来给您见证 是啊 谁知道 啊 我刚刚骂了何都丫头两句 他竟然就发起脾气 故意把花瓶给砸了 什么 您瞅 我的古董花瓶啊 我的 我的肚子 一平 一平 你怎么了 老爷 我肚子疼啊 老爷 二太太 一定是刚才打过花瓶的时候 被吓到了 动了胎气 好好好 不要说那么多了 快去叫大夫 是 疼 您听着啊 一平肚子的菜要是有问题 我拿你的试问 我没有啊 老爷 真的不是我 你还狡辩 快吃啊 不是老爷 老爷 你听 老爷 秋军 秋军 这下我真的死定了 怎么回事啊 刚才 丁总管和二太太 他们两个故意害我 说我打碎了老爷心爱的古董花瓶 二太太还动了胎气 老爷气得不得了 还说 要是二太太肚子里的胎儿有事 就为我试问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一定是知道 我看见了他们的丑事 才故意害我 想把我赶出去 你先别急 先别急 老爷不是不明是理的人 你等他气消了 你再好好跟他解释 没有用的 老爷现在被那个狐狸精迷得团团转 何况 我又只是个下人 他怎么会听我解释呢 秋军 这下我真的死定了 这次的情况比较麻烦 不过我想 二太太肚子里的孩子应该会没事的 不然这样吧 我去帮你跟老爷求情 秋军 谢谢你可为我出头 大太太过世后 这个家 就只剩下你对我好了 不过看现在情况 这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回房间 收拾东西离开 不行啊 何柱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 不就正是他们安给你的罪名了 可是我不走不行啊 就算老爷肯听你的话饶过我这次 二太太和丁总管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一定会有下次 我惹不起他们总躲得起吧 何柱 你要就这么走了的话 那以后高家 就没有人可以陪我说话了 秋军 对不起 我走了以后 你自己要好好保重 尤其是要小心二太太和丁总管 嗯 秋军 我走了 你自己多保重啊 嗯 你也是 我回家以后会帮你去探望你爹的 谢谢你 好 你对不起 请 让我来 走 走 我给你 你 Turns 你 哥 我和你 你 我和你 我都说我 你和你 不要胡说了 回到家就没事了 快走 路上小心 我走了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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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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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放